靠哈利客廳啊 實在不動玩家 想要偷窺爽一下 畫面卻黑芽芽 但總覺得這句話邏輯有矛盾 就帶上尾牙 被他驗證一下 畫面修根 會因為嚇到四角 你不完 這分明就是看透了玩家心思 才能做出的反應措施 可憲技術靈 並非不懂 只是不給 除息 由於想到大家的好朋友卡不空 他那黑暗的傷法 瞬間都能說得通 1. 賣半成品 同推DLC 代表者為生完倫清暢十二年 二月十八號 中期的金牌三豐五 少少的人物 停法的內容 讓玩家怨聲在道 相較之下 KOF4就是星辰一陣 就像師娘的奧義 使人大滿 但經過一年六個月之後 快打五個聲勢 特色力厄分紅十四 當事實擺在眼前 也只能感嘆正不勝行 只能感嘆正不勝行 出遊戲就像在經營部落格 需要不斷的更新 放消息 維持本時的關注 比起一次出了之後 剝洋蔥更能賺到玩家的熱淚 2. 飲飯炒不散 惡靈魷筆 讓全人類 都算到生化危機時 是卡不空的行為 連夜的Ada 跟陽光艾虛的千年戰役 永不止息 早期的生家 露馬卡不空 啃老本 沒出息 一隻牛 要播九成品 但就市場反應來看 比起購買星座 賭它是良品或地雷 玩家更愛評價已經確定的老遊戲 很多人飯 HD化之後 銷售輕鬆破百萬 既然有這種輸球 也就不能怪輕鬆 這樣講既了 3. 放生知名座 一堂不在一起 老卡最大靠北的地方 就是喜歡先推舊座椅子 氣墜溫 買得不好 就推下恭喜孫雞 無機器 休想看到續作 見天明 想要一堂 沒那個幽靈會沒你咬米腿 就只能等他跨出別的遊戲 但觀察網路數十年後 發現老卡的作法 也是無可厚非 孫雞經常說 如果出怎樣怎樣的遊戲就好 絕對跟你買三皮機器 但什麼差什麼啊 或是這個VS那個 飛頭無雙 勝負無雙 銷量 卻不是1加1等2 縱時費率 只得到普普的反應 遊戲公司 人生外出 獎出一條心 最後 當然是普普威雲 沒勝率的狗 就沒要跟你拔了 說真的 玩家要什麼 其實玩家這集 也不知道 等到的是這些遊戲公司 因為對行存壓力 所以會用實際的數據 來判斷市場的需求 秉儀促 推出一些很現實的營運策略 老卡會變成魯京這個模樣 其實 都要歸功於玩家 散火 小吃 打暈 谢谢大家